各位评判老师,各位同学,大家好,我是编号第三号,今天我要朗读的片幕是第三篇,宁静又热闹的森林之夜,林绍文。 在河西的迷人歌声中,马尾牵起我的手,将我跳玻璃维雅的土风舞,它又高又大又胖,跳起舞来样子很有趣,跟它比起来,我显得非常娇小。 被它一带舞,就忙乱的团团转,它还说我有天分,舞跳得好,真是好心。 十点多了,在丛林中,已是深夜,煤油灯下,歌舞芳修。 大家带着团团转,依依不舍地回房间,我和妙香一人提着一盏煤油灯,走过高架的长廊,摇摇晃晃地走回自己房间。 高架屋,高架屋的地板,只要有人走过,不但嘎吱嘎吱响,还连带地板都会晃动。 高架屋,所以相连的一个个房间也都会动。 我们尽量小心,小声地走,轻轻地开门,关门,压低音量地刷牙,洗脸,洗澡。 以免影响别的房间,以免影响别的房间也顾睡的房客。 用亚马逊和凉凉冷冷的水冲澡,把一身的汗湿汗黏的冲洗干净。 真是舒服极乐,带着一身清凉舒适。 我的冷部到此结束,谢谢大家。 4号请上。